花莲清洁队19号下午办理新冠肺炎防疫消毒教育训练课程 透过药剂调配的技巧以一对一的教学 让新队员们能够在短时间内就立即上手 而市长则强调中央已经宣布全国升三级警戒 呼吁乡亲务必要做好个人的防务措施 花莲市清洁队环境消毒人员目前持有12人 由于受到肺炎疫情严峻影响 消毒班人员必须配合花莲县政府定期针对八大行业周边执行环境消毒工作 但已现有人力已显不足 因此市长温嘉贤特别指示清洁队 在19号下午举办了环境消毒人员教育训练课程 来依应人力调度需求 随着疫情的升温 我们今天对对部的部分也加强了同人相关的训练 如防护衣的穿戴 如何来喷药 如何来遵守安全的距离 这都是我们训练的重点课程之一 原有的消毒人力原本是够满足整个市区的消毒 但是因为因疫情升温到第三级的部分 我们必须要扩编更多的人力来做相关的消毒作业 所以我们预计在近期内要把人力训练到30人 那未来引引我们即刻的即使的任务能够使命必达 那另外再提醒所有的我们花莲的乡亲民众 花莲市在近丰云区有领取中华紫江所提供的赤绿酸纳水 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利用 一起来共同来做相关的消毒作业 一起防护新冠状病毒 除了防护衣的穿托之外 现场也以一对一的方式 让队员学习操作背负式 推式及车载式的消毒器材 清洁队长吴庆展表示 藉由人员训练和准备 希望队员们未来投入防疫消毒工作时 能够做好自我防护 并且顺利达成防疫任务 继续学历群 华莲市报道